另外一個施政的優先順序 是大家要做網紅 部位首長要做網紅 所以我們的陸委會主委 陳明通在他的戰略之旅 通通碰壁之後 就開始做起網紅 找了台北施議員高嘉瑜 跟他一起直播 陳明通跟高嘉瑜要直播什麼 兩個人是要講兩岸政策嗎 高嘉瑜試圖要把他拉回主題 問他很多兩岸的議題 但是陳明通都不答 顯然他覺得可能談兩岸 這個收視不會太好 雖然很努力的搞笑 拿了兩支不偶租 結果最高的直播點閱率 只有168人 比勞動部高 比科技不高 科技部只有70幾個 網友也是一串惡評 說怎麼再浪費生命看這個 又冷場 蔡英文之類的 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場直播算是滿失敗的 失敗到連民進黨的市議員 梁文傑都看不下去 他說他看到一段 奇怪的陸委會直播 覺得我們這些挺姚文治 打仗的人都是豬 所以他看到了這個直播上面的 他覺得他自己是那個豬 他覺得這是一個奇怪的 陸委會直播 所以168裡面有一個還是他 所以168還要再檢疫 其他的人在看陳明通直播 這是我們的陸委會主委 在當網紅 所以民進黨自己的 民意代表都說乾脆廢了算了 不只是陳明通想要當網紅 那麼科技部部長也想當網紅 勞動部也想當網紅 蘇貞燦也想當網紅 那個蔡英文也想當網紅 九合一的敗選到現在 他們沒有找到他們的原因 沒有找到他們敗選的原因 就是老百姓真的受不了了 老百姓太苦了 老百姓在經濟民生方面 一直得不到解決的辦法 跟有效的改善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他們數本足矛 他們看到韓國瑜的起來 他們認為韓國瑜的贏 是贏在於他的網紅 不對 韓國瑜的贏 是贏在於他了解人民苦在哪裡 也就是他很清楚知道 高雄人真的是又老又窮了 所以經濟問題是 他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他從開始選 一直到選上 到選上以後一直到現在 那麼長的時間 他一直在解決經濟民生的問題 這樣的情況人民才有感 而且人民的有感 就會反映出來 所以他的一舉一動 是民眾主動要去捕捉 媒體發現他的一舉一動 民眾有興趣 那麼媒體也去捕捉 所以是一個相附相成的 就等於是三贏的一個局面 所以他的網紅是這樣子 整個燒上來 是因為他找到問題的焦點 然後他也知道人民的苦在哪裡 然後他也在一直解決這個問題 好 那我們媒體坦白說 我覺得我們的旺中 或是整個忠實的媒體集團 或是我們看到了 我們只是一直在做很客觀的 一直做報導 老百姓太多的需要 我們就一直提供給 老百姓所需要的訊息 而這個訊息 一直不斷的經過加成 那麼他就越來越紅 蔡英文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沒有想到真正的問題 字幕提供 音樂